Hi 我是阿湯 那大家應該現在正在放暑假吧 那如果是準大學生的話呢 現在應該是正在瘋碗 然後開學前呢 差不多就是買電腦的時候 像我以前就是因為筆電很貴啊 大學的時候大家幾乎都是用桌上型的電腦 而且一定都要自己組裝才會覺得划算 那現在呢筆電其實是越來越便宜了 那大學生也差不多就是人手一台啦 我覺得超方便的 那其實我自己也是看的就是蠻羨慕的啦 那如果呢你今天是正準備上大學的新鮮人啊 或者是正要出出毛鱸的社會人 那如果想要採購你的給稀的話呢 那這一集呢就一定要看一下啦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華為MateBook D系列 然後最新推出的MateBook D14 然後跟D5筆記型電腦 那這兩款呢最大的差異呢 主要是在尺寸跟螢幕開合的角度 那MateBook D14呢是採用14吋的螢幕 那最大開合角度可以到180度 就是整個放頻 MateBook D15呢是採用15吋的螢幕 我自己測量了一下呢 最大開合角度大約是在150度左右 其他的部分呢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兩款筆電的規格表 我們先講一樣的部分 螢幕呢都是採用FHD解析度IPS面板 可視角度呢是178度 處理器呢是採用AMD Ryzen 5 3500U 顯示卡呢是採用AMD處理器內建的 Radeon Vega 8 圖形處理器 記憶體呢是8GB DDR4 支援藍牙5.0 那音訊的部分呢是搭載雙數位麥克風 還有雙揚聲器 鏡頭呢是採用100萬像素隱藏式設計 就可以確保你的隱私安全 那MateBook D14跟MateBook D15呢 主要有幾個規格差異呢 第一個是 螢幕呢是分別採用14跟15吋 那硬碟的部分呢由於這個D15的機身空間是比較足的 那所以額外還有2.5吋硬碟的空間 所以他配置呢是256GB的PCIe SSD 然後再加上1TB的HD D14呢因為相當輕薄了 所以他只有搭載512GB的PCIe SSD 另外呢D15電池容量是42W 那D14呢是56W 那剩下的主要差別就是在整體的尺寸跟重量 所以呢我覺得在選擇上呢大帳只要選尺寸就好 就是你看你是要大一點的螢幕呢還是要小一點的 那呢這邊就是以MateBook D15來跟大家做分享 A蓋的部分是採用金屬材質而且做了磨砂處理 所以在表面上呢也不容易沾上指紋 華為的MateBook系列呢現在就是已經採用全面屏的設計 那三邊邊框的厚度呢只有5.3mm 那就是非常的窄 那也讓MateBook D15的這個螢幕佔比率就高達87% 鍵盤的部分呢就是採用這個孤島式的巧克力鍵盤 Touchpad呢是一體式的 雖然鍵程就是比較短一些 但是在打字的這個回饋感呢我覺得還是相當不錯的 右上角這裡的電源鍵呢同時也是指紋辨識 就是也可以搭配Windows 10內鍵的Windows Hello 就是利用指紋然後來登錄系統 不過我們前面提到是螢幕三面窄邊框啊 那有人一定問說呢就有視訊鏡頭的配置嗎 那答案就是有的 那就是藏在這個鍵盤上方的F6跟F7的中間 就你只要按一下那就會彈起 就是採用這種隱藏式的設計 雖然這個角度呢就是會比較油下往上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這個設計呢也兼具了美觀跟隱私 Io的部分呢我們先來看一下左邊 那依序呢是USB Type-C USB 3.0以及HDMI 這一側的USB Type-C呢同時也支援PD充電使用 充電器可以直接使用標配的65W充電器 就不論是D14或是D15啊就大約是30分鐘就可以充到50%左右 那這個65W的充電器呢也可以跟手機來共用 D15的機身右側呢依序是兩個USB 2.0跟3.5mm的耳麥孔 那在這一側呢 MacBook D14的部分呢它是只有一個USB 2.0跟3.5mm的耳麥孔 底部主要就是散熱孔以及左右兩側呢各搭載一組2W的揚聲器 那基於好奇性的發作 那阿棠也拆卸掉這個MacBook D15的背蓋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它的機身呢是比較大 所以左下角呢才能夠再塞入一顆2.5吋的硬碟 那這麼一來呢就是可以做成儲存資料使用 相對呢PCIe SSD呢用來做為系統碟 就不論是執行Windows 10啊或是軟體 我覺得都會有速度加倍的功效 Windows 10的相關功能呢我覺得應該不用多做介紹啦 大家可能也不想看我展示了 就搞不好都還比我還要熟悉 所以我們直接呢就來分享這次MacBook D系列最強大 而且我覺得最實用的功能就是華為Share的一碰傳功能 那這個功能呢需要搭配這個華為的手機 那我覺得使用方法也超簡單的 它只要在手機上呢就是選擇要傳送的這個檔案然後選一選 然後把這個手機呢放在筆電的右薩角的這個感應區域 就馬上就可以將這個檔案然後傳送到電腦裡面 這個我覺得完全就是我心目中最方便的傳檔方式 另外如果是傳送文字內容的畫面 還可以一鍵辨識文字方便再進行編輯 第二推薦的功能呢應該會是PC的管理工具 那大部分的電腦最大問題呢都是在更新的部分 除了Windows 10內建的更新之外呢 像是內建的硬體啊軟體啊其實大部分都要手動更新比較多 可是呢MacBook D15呢它只要透過這個PC管理工具呢 一鍵呢它就可以更新硬體的驅動程式 那就可以讓你電腦就輕鬆維持在最新的狀態 搭載AMD處理器的筆電呢大家可能沒有那麼的熟悉 那它也透過一些效能的測試軟體來作為測試參考 那首先呢是透過Cinebench R15測試處理器 CPU的部分呢是獲得681CB 那OpenGL的部分呢是獲得51.89FPS 顯示卡呢是採用AMD處理器內建的Radeon Vega 8的圖線處理器 那透過3DMark的Time Spy測試呢是獲得768分 那整體的效能呢我們再透過PCMark的測試是獲得3668分 最後呢是大家也相當在意的SSD的部分呢 其實呢只要是PCIeSSD都會很有不錯的讀寫水平 那我們也透過Crystal Disk Mark來測試 獲得的讀寫速度呢分別是3580以及2344 至於1TB的硬碟的部分呢是5400轉的機械式硬碟 那測試後呢獲得的讀寫速度呢都是125MB 以15吋的筆電來說呢重量只有1.62公斤我覺得算是相當的輕薄 那搭載這個AMD Ryzen 5 3500U處理器的效能呢 我覺得遠比我想像的來更加強大啦 那特別是這個內建的顯卡效能 那MacBook D14跟D5呢不僅僅就是可以作為這個文書機使用 其實我覺得一般像是簡易的影片剪輯啊或是平面修圖 我覺得都是相當夠用的 如果你有更高的需求其實可以考慮之前已經推出了MacBook X系列 就整體來說呢MacBook D14跟MacBook D15的價格 我覺得都非常對得起它的硬體搭配跟設計 特別是如果你也是使用這個華為的手機啊 那這個華為Share Eppone傳的功能 我覺得你一定會用上癮 就以近期同價位的筆電來說呢 MacBook D14跟D5呢都會是相當不錯的選擇 那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呢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拍電影大哥下再見囉 掰掰 喔對了如果你想要買的話呢 千萬別錯過這一波第一波的預購活動 那不論你是從華為品牌店或是參觀門市 或是華為電商官方旗艦館來預購的話呢 就會有多重預購好理喔 那詳細的資訊跟購買連結我也都放在資訊欄了 那就趕快去看吧 掰掰 掰掰